19岁获得香港选美大赛冠军 26岁嫁给武打宗师洪金宝 为婚姻放弃事业的高丽红 对很多年轻网友来说很陌生 但她的打女形象 却让中一老港片的观众至今难忘 很多人都想不明白 作为港姐冠军的她 颜值与身材俱佳 自身条件非常优秀 却甘愿背上小三的骂名 执意嫁给二婚的洪金宝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 香港第一个港姐出身的武打明星 高丽红 高丽红出生在一个中澳组合家庭 虽然她从小在香港长大 但并不擅长说粤语 她的长相极具地域特点 深邃的蓝眼珠 五官阴气硬朗 中西何必的美 在高丽红身上展现的淋漓尽致 这让她注定不会泯然于众 1984年 高丽红参加了香港小姐选美大赛 一举拿下冠军 名气大增 趁着热度 她开始涉猎影视圈 可能因为长相太过西方化 她的演艺之路刚开始并不顺利 找她拍戏的人很少 终于她等到了喜剧片 避鬼捉剧组的邀请 她顶着港姐冠军的名头 给王祖贤做配角 饰演女法师小林 一头蓬松柔软的卷发 浓郁的眉眼 在镜头下闪闪发光 笑起来时少了几分冷艳感 多了些娇憨之气 美是观众对她最直接的定义 可高丽红不想当一个空有皮囊 却毫无用处的花瓶 她参演了电影 袁振霞与魏森林后 找到了自己的发展方向 下定决心要成为一名武打明星 为了学好武术 她找到洪金宝 表示有意加入洪加班 那时的香港影视圈 武打演员是不少 但主动学习武术的女明星身上 在得知高丽红想要加入洪加班后 洪金宝没有一丝犹豫 立马答应了她的请求 之后几年 只要是洪加班出品的电影 或是洪金宝指导拍摄的 几乎都会出现高丽红的身影 在师傅洪金宝的指导下 高丽红不仅演技进步 武打动作也有所提升 其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 是她在东方扑音中 饰演的特工 大家姐 一头麻花片 脏脏的妆容 但利落的拳脚 敏捷的动作 颇有香港影坛女打星的风范 再加上冷艳的长相 让这个角色颇有亮点 于是第七届香港电影金宝奖评选 她凭借这个角色 获得了当年最佳女配角的提名 随着时间的推移 高丽红对自己的师傅 有了一些别的情感 也许是出于仰慕 毕竟当时的洪金宝 已经是香港影坛的大歌级人物 动作指导多次获奖 主演的电影票房颇高 虽然长相平平 身材肥胖 奈何身手了得 被誉为世界上最灵活的胖子 既是前辈 又是恩师 拍戏时还对自己多加照顾 高丽红对洪金宝生情 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可惜的是洪金宝已有家事 他的妻子是韩国人曹恩玉 两人还育有三子一女 与顾家的亲子相比 洪金宝就不一样了 结婚14年 他常常跑出去喝酒泡妞 这导致两人几乎天天都在吵架 最后两人都觉得 这段婚姻已经毫无意义 正巧高丽红在这一时出现了 洪金宝便与曹恩玉离了婚 令人没想到的是 洪金宝没过多久 便与高丽红举办了婚礼 加上两人之前还传过绯闻 高丽红背上了破坏师父婚姻 小三上位的骂名 很多人觉得 比洪金宝小16岁的高丽红 因贪图名利 才一心想要嫁给自己的师父 可爱情这种事 庞然又怎么说得清楚 合不合适 夫妻两人自然明白 嫁给洪金宝后 高丽红便退出娱乐圈 做起了全职太太 他不仅把家里照顾得井井有条 还变成了洪金宝的全能秘书 尽心尽力为他打理事业 很多人都会疑惑 两人结婚已有30年之久 却至今没有孩子 据了解 他多年来 对洪金宝与前妻的四个孩子 视如己出 没有选择再生孩子 只是为了让那四个孩子快乐地成长 他的付出也得到了孩子们的认可 当然 两人的婚姻之所以能够长久幸福 除了这些外 还有无条件的信任 毕竟洪金宝身边一直美女如云 难免会传出和其他女性的绯闻 而高丽红总是第一时间 在媒体面前力挺自己的老公 只要洪金宝说没有 他便相信 很多事情是真是假 因为在这个圈子里面 很多事情都会发生 可是你老婆最要紧就互相有信任 所以我老婆这一点是做得非常非常好 我老婆只相信我 有还是没有 真还是假 你会承认吗 如果真的是的话你会承认吗 我一定不承认 是真的话我也不会承认 就算我觉得是这样子 最要紧是大家能够接受大家的坏点 这是最重要的 也许正因如此 他才会被洪金宝宠爱至今 也许有人不明白 高丽红的条件并不差 可以有更好的选择 却非要嫁给长得并不帅的洪金宝 还甘愿被人骂是小三 可能对他而言 在那个懵懂的岁月里 洪金宝是一个骑着白马 向他走来的盖世英雄吧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如果有想了解的人物故事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让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我下期再见